下堂第二席宗轴 画中呈现五月大地 水辅福桑大地 四大海王 四独神君 水辅诸神 五方龙王 四海九江 五福七则诸龙王众 法会并非田集不动 而此当中鬼神最是体悟不已 而又有谁能体悟这些鬼神呢 唯有大雄大利的如来 才能最透彻的亲民了之 画中一共分为四城 最上城为五尊帝王冒者 及五月大地 分别是 松山中月大地 泰山东月大地 华山西月大地 恒山南月大地 恒山北月大地 五月的崇拜起于汉帝 唐代封王 宋代封帝 五位大地穿着不同颜色的礼服 是取于中国常见的 五方配上五种不同颜色 借以表示不同方位的身份 中央为黄色 东方为绿色 西方为白色 南方为红色 北方为黑色 五地的下方一共描绘九尊的人物群像 中间一尊年纪较老 头发翻白的长者 是为水府扶山大地 此大地专门管理水府诸神 他的两侧分别站立四尊手持护板的王 表示东海 西海 南海 北海等四大海龙王 以及长江 黄河 淮河 祭水的四读员工 接着画面的下一层 描绘五尊人物 分别表示水府诸神 包含马祖 水神 水怪 龙王等 而画面的最下层 一共五尊男性 头戴罐 身着胶领 宽秀 长袍礼服 手持护板的神旗 分别表示五类的水神 但画是载名 每类仅需画自一尊为代表 这五类分别是五方龙王 四海龙王 九江龙王 五福龙王 七则龙王